您问他,他敢见您吗? 他怕您把他活吃了 我凭什么呀? 他在宫里娶媳妇了 他能娶媳妇? 他不是太监吗? 太监怎么了?想娶照样 使不了,但摆设也好看呀 我是没了本事,要不我也娶 爱娶就娶吧 我问你,你能见到盈儿吗? 我叫盈儿干嘛? 我这不是求你吗? 我这龙侍卫,你怎么就点不透呢? 你怎么就不问问,茶水章取的是谁呀? 谁呀? 你让我给谁烧会儿来着? 盈儿! 我可什么也没说啊 他妈的,你放屁! 冤有头盖有主 我又没娶你媳妇 我宰了你 要是我胡说 你杀了我 我要是没有胡说 你得杀杀杀伟章 你不能好来人不分啊 我整明白 再找你算账 是你? 你走错门了吧 你找我干嘛 想见见你呀 老了,没人要了 瞎说 王爷的账上明珠还不得挤破了门啊 那倒不假 我阿妈也给我运气呢 可是我说呢 王爷,你就别操心了 本公主要了 哦,在哪儿呢? 远在天边 静在眼前 咱俩已经说好了 各自方便了 可人家 又毁了吗 我知道 你还得回头 你找什么 这王府是照炎炎盖的 什么都没变 那瓶喝点红呢 你干嘛 在这儿呢 可没人跟你殉情啊 我怕你想不开 替你收着呢 你拿它干什么呀 还我 你不拿着也没用了吧 那可说不准 皇上 要真是规律症的话 这头一个 就得赐我阿妈赐格了断 到时候 她准备抓下 那就更得搁我这儿了 那也好 你可得收好啊 放心吧 我走了 你这就走啊 不管我了 改天 牛子 我来了 我 我睡了 这么早就睡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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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原家的大公子来了 你得见见哪 哪有猫猪的原家 君基大臣 袁世凯呀 他们大公子上门求亲来了 你得自个儿过过眼啊 别让我又落埋怨 您告诉他们 叫他们定起高明吧 这大清朝的规矩 满汉 不通婚 嗨 那规矩啊 早就过劲了 原家如今可是咱们用得着的 用得着 您去啊 甭拿我送礼 哎 要不 我让他改天再来啊 段公主 没功夫伺候 哎 怎么着 谁在你屋里呢 没人啊 敢让我瞧瞧吗 怎么着 您怕我这桌奸来了 进吧 进吧 哎 咱可把话说在头里 你要是在我这屋里找不到人呢 我当时就和贺点红 你啊你 哪那么大脾气啊 得得得 明儿见 王爷 您慢走啊 不送啦 谢谢你 小格格 我该走了 你走啊 你不是要走吗 你怎么还不滚呢 不过呢 我们家后员后卫多 你出去的时候 要是遇见他们 最好杀他个七个八个 小格格 要不然 我恐怕是跳进黄河 你起不清呢 小格格 你不是要走吗 你还不滚 反正 也没人来着 你还不滚 小格格 小格格 哈哈 张大叔 小回忍 吉祥 小日子过得不错 你们俩晚上怎么睡啊 炕上睡 可这宫里上下 您算是拔了头尊了 得 您忙着 您忙着 你们俩媳妇呢 给我也烧一下 哦 给你们 都是我张大叔的 嗯 你现在忙什么了 还能忙什么 最催了 香妻锦容宫啊 哎 真是一场梦啊 哎 我说婴姑娘 你就这么跟她混了 不然我能怎么搞 嗯 连荣庆也不想了 哎 不许下说 她是回来了 谁 谁回来了 嘿 咱们说谁呢 荣庆 她在日本带了五年 刚回北京 你见着她了 没没没 竟然咋了这么近 哦 她说了些什么 她还等着你呢 你别能过 没得打竹尾呀 打什么竹尾 不能求求老佛爷 老佛爷 哦 五年了 我想老佛爷 早把我给忘了吧 又想起来 倒也不难 不难 除非是我们张大叔 无偿了 那会儿您正正经经成了 寡妇 可死本夫再嫁人 谁也拦不住 你胡说些什么呢 那 您就跟她 白头偕老吧 钟庆啊 她也该干什么 干什么了 叫回回 我 看什么呢 没什么 那不是容庆让我给你烧来的吗 这几根干草有什么讲究吗 该吃饭了吧 饿了 我没时间准备 您要吃点什么 面条还是烙饼 好吗 我去给您坐去 盈姑娘 你有什么心事吧 没有啊 小范范来过了 是啊 她让我给她洗衣裳 她没说什么 还没有 她能知道些什么呀 哦小范范啊 她是外差 她常出宫上街的 外头有个风吹草动的 她比皇上知道的还早呢 我早该求小回会儿去打听打听容庆的消息啊 五年了 五年了 说一点消息都没有 她哪知道啊 容家的人也没告诉她 有地方啊 我有个朋友 是容庆的爸兄弟 容庆只要到了北京准备她那儿落脚 对 我让小回会儿去找袁六去 小回会儿学华了 可咱们答应她给她好处啊 我看您还是别去吧 就算容庆回来 我们还不是这个样子吗 我有法子 惩惩你们 你们不容易啊 男妃女不娶 女妃男不嫁 对头等了十年 连我瞅着都着急 我怎么出宫啊 宫女的规矩是七年 你都多了三年了 您是怎么了 我和别的宫女不一样 不是多了这么一出吗 我有法子 我还说有就有 老家的凤凰不如鸡 你大叔这辈子太监没白当 你就甭管了 真有 该有好消息了 你就听心吧 大叔 您还不知道 容庆他已经回来了 他回来了 是啊 他 他跟小灰灰已经见着了 他准在袁六那儿呢 我给你找他去 可是您抽得了工吗 这就是我的事了 大叔 大叔 您要是真能见到他 就替我捎个话说 赵他别等我了 说什么呢 别等了 只要老佛爷再一天 我就一天出不了紫禁城 您就替我告诉他吧 说我不能再耽误他了 李总管到 小两口做饭呢 这一会儿啊 几年不见了 日子过得不错 哎哟 长得睡 头发都白了 老喽 都老喽 就银儿啊 跟水葱似的 李总管 有事吧 老佛爷有请 走吧 老佛爷传我 什么事 什么事才能问他 反正是 是福不是货 是货妥不过 走吧 哎哟 大叔 没件事 就麻烦您了 不是货 刚才是货 货 我 没件事 是货 的 是货 帧 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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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佛爷旨意 想为王爷插果子 您请 可别惹老佛爷生气 奴婢 叩见老佛爷 回老佛爷会 盈儿来了 盈儿 就是当年伺候您的那个盈儿 在 在哪儿啊 奴婢在 这是盈儿 是 我没 哦 饶 小小 你没死呢 赌老佛爷的福 奴婢多谢老佛爷不斩之恩 当年你犯了罪 写一些掉脑袋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删 奴婢不知道 你知道 奴婢 不恨你不恨你不恨你不恨还是不敢呢 不恨你不恨还是不敢呢 我咯 不 您还得多活二十年吗 你怎么知道 奴婢记得 给老妇一贴过件 奴婢贴了九十八下 老妇您当时说 那就是九十八岁 对 好像有那么一说 就是有啊 那时您还让太监们给数着呢 那是什么时候来着 奴婢刚进宫的时候 都十年了 什么 快十年了 那你还踢件吗 不 奴婢不踢件了 为什么不踢了 奴婢的件 长不长了 在我这儿啊 在您这儿 是啊 小李子 我的件呢 李总管 老佛爷 我那件 我那件呢 是啊 我要踢件啊 不不 老佛爷咱不踢了吧 踢 你给我找 找 在 小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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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您要买点什么 你们掌柜的呢 告诉他 我要买皮霜 你做不了主 您稍待会儿 您买皮霜 那可是毒药啊 宫里头闹耗子 闹得厉害 没他不咬的 小店这儿有 治耗子的药 你那个不行 你那个也只能治外头的耗子 治不了宫里的 您 您可别让人吃 哎呦 连耗子吃还不够呢 哪就轮到人了 袁六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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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 龙氏味吧 袁六爷 不在家 我就猜着了 你准在这儿 巧了 我也打算着 您来这儿 盈姑娘 盼你啊 盼得苦啊 你 你这是 这是给您倒洗的 给我倒什么洗啊 老佛爷 老佛爷 不是给您止婚了吗 哎呦 我是太监 我能结婚吗 你们 没拜天地吗 那是李连英 他拿人开心啊 没进洞房吗 就是原来真主子住的那冷宫 好 还是的呀 这些我非道不可 瞧 韭菜全现成 我跟你说正事吧 今天早晨呢 老佛爷把婴儿叫去 来 我敬你一杯 洗酒不醉 我先干围禁 灵儿啊 你踢给我看 踢吧 嗯 是 给连英啊 那我猜在 给数着 这 能踢多少 踢多少 一二三四五 好 六七八 来 张公公 再喝一杯 容氏 我正事还没说呢 我 张公公 今天正事就是喝酒 咱们五年的酒给他喝个够 我先干了 快 喝 十一 好 十二 十三 我真不行了 再喝了这杯 张公公 最后一杯了 我不行 您喝了这杯 您不是说 喝了这杯酒以后 还有正经事要跟我说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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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十八 哎呀 这回不算 不算 不算 啊 哎 来来来来来 重踢一回 重踢 踢了多少个了 才十八个 一样没撒开 让他再踢一回 嗯 不用了 又必能踢一百个 嗯 便宜呀 你们知道 我刚才求佛求的是什么 算算您在阳市的寿数 不算 这不算老佛爷的寿数 不能算 是 我是求的 大清国 还有多少年 啊 这 还有十八年呢 管不了了 皇上也没有几天了 银儿 要不是你虚晃一枪 不也给皇上生个大阿 今儿个也快五岁了吧 嗯 眼下呀 要不 从 浸汁里头抱一个 要抱的那个孩子 三岁了 啊 啊 我反正弄不动 老佛爷 好在皇后在 让皇后多费点心 您在边上指点指点就得了 指点她 一盆酱子 还不知道谁指点谁呢 银儿啊 奴婢在 打劲儿起 我就把皇后交给你 交给我 不 老佛爷 奴婢可是什么都不懂啊 没让你那么客气 你知道吗 当初我为什么没杀你 我就是想把你派上用成 哎 李连英也老了 这宫里头 知道我心思的 也就是你了 李连英啊 把皇后给我叫来 这 这 就这最后一本 这杯了 痛快点 喝了这杯 您不是还有正经事要跟我说吗 嗯 你还想听吗 哼 想听 最后一杯 最后一杯 哎 来 来来来 咱们换着喝 哎 我这酒 脏了 没干没净 喝了 没病 来来 还是 各喝各的吧 这酒里头 有东西 您喝醉了吧 我是谁 茶水章啊 伺候一辈子老佛爷 专门给老佛爷配药茶的 这酒里头有什么没什么 我闻也闻得出来啊 不喝就不喝 您别说乱七八糟了 我没说不喝 我 你看看 我这一身 行吗 挺好的 挺好的 这是我给我自个儿留下的状态 您开玩笑吧 你是嫌多了我这么的人 其实 我早就嫌我自个儿 我多活了这五年 就等你回来呀 真的 天天啊 大叔还得让你当鬼寡 张公公 你别喝 酒里有喝顶红 我 我本来呀 咋是回到宫里头喝这个的 这喝顶红可就厉俗多了 我不该赠心懒费 您偷了吧张公公啊 偷了吧 当着一匹刺俗才配喝这个 值了 张公公 我带你去找大夫 我带你去找大夫 喝点红衣酒 神仙也没救 张公公 对了 对了 我不能死在这儿啊 宫里头找不着我 那盈儿还是出不了头啊 你要记住 要给盈姑娘好好过日子 我得赶紧走 张公公 我得赶紧走 张公公 盈儿啊 给皇后行个礼 奴婢叩见皇后主子 起来吧 是 我说皇后 哎 你也给盈儿还个礼 我 我凭什么呀 凭什么 就凭你往后要指着她 我指谁不行啊 我指个太监的老婆 再说一遍 本来就是太监老婆吗 李年英听旨 奴才在 这盈儿跟茶水仗啊 本来就不是一回事 是假的 打劲起啊 就算了 不就 谢老佛爷 谢老佛爷 别忙 盈儿啊 你过去好像有一门婚事吧 是 有啊 那就算是我给你赐婚了 姑爷叫什么呀 她叫荣卿 嗯 这名 我是听说过 她给老佛爷您带过路啊 嗯 得了 不管从前犯过什么事 一概全免 别忘了 拜了天地 转天啊 上我这儿回个门 亲老佛爷大恩 亲老佛爷大恩 银姑娘 银姑娘 不好了 您快瞅瞅去吧 怎么了 你从事儿来 您快瞅瞅去 什么事啊 你走 吃什么不好啊 非吃贺顶红 东官怎么说 请急上去了 得了 我也送你几步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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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该走了 轿子还等着呢 我得给他做完同期 啊 你还真当回事啊 你一直到了就行了啊 人死如灯灭 不 他全听不见 老妃还等着你回门呢 我得看着张大叔走远才行 心 有良心 插水章啊插水章 就说你身后有人哭 灵犬有人送 你比我混得强 你等吗 看着一个人 但让你回到得不容易 看着什么 我可以了 你虽然 我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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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来 我可以了 王爷到 对王爷请 看见王爷 王太后御旨 会听宣读 王太后御旨 原任前清门三品侍卫 叶和那拉荣庆 年轻无知 刑事莽撞 曾经数次严加处分 现今瑞亲王等重新考察 念及尚有忠心 不无威老 又在日本学习军事 当初国家可用之才 加恩免去 一切处分 并下二品副将前 此期与内庭女官 迎而 完婚 谢老佛爷 祝老佛爷 万寿无疆 这就是族下的 东方了 荣庆 荣庆 还要求王爷 恕罪 不是一切全面了吗 就是 王爷府上的 小格格 我怕 哎 小事 小事 咱们亲戚不成 还是好朋友 容情不敢 老佛爷的病 眼瞅着 眼瞅着 就是皇上的朝廷了 你们夫人在皇上跟前 说一不二啊 我这个小差事 还得求他多多美严呢 那么小格格的事 就请王爷多多周旋了 哎 有我啦 正好 袁世凯出面 给他们大公子求亲 哦 咱们就两头乐吧 哈哈哈哈 那就好 那就好 嗯 尊俊 拿得出手 这下啊 可便宜了容情的小子了 别忘了 回门 奴婢 还想求老佛爷一件事 真把这儿当娘去了 行 吃的 用的 随便你跳 该让你露脸的 我一定让你露脸 奴婢想 说吧 说 大胆的说吧 奴婢想 跟皇上谢个恩 你要谢他 是啊 奴婢 到底伺候过皇上 现在要走了 总不该不辞而别吧 要是皇上不肯见奴婢 奴婢就在这儿 给皇上磕几个头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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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当面去给他磕吧 嗯 他呀 也瘦不了你几个头了 嗯 是 是老佛爷 老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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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 走 走 走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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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婢是银儿 银儿 真的是你啊 奴婢 来给皇上谢恩 起来吧 地上葬 听皇上的 起来 你是谁 奴才 你的鹰和皇上安 不 你是逼我来吃药的 我不吃你的药 我 我没逼 我没逼 挥花花 朕不听 不听 皇上 别让我看见你 走 快去 皇上 李总监已经走了 他 真走了吗 他出去了 来 扶我起来 来 坐 奴婢谢坐 你这身好鲜亮 这是什么打扮 你要结婚了 老佛爷给奴婢和荣卿赐婚了 除了紫禁城 奴婢就上花轿了 好极了 恭喜你啊 是皇太后赐了婚了 是老佛爷的恩典 皇太后跟朕 二十年来 一件美美相做 总是水火不容 唯独你这件事 倒是想到一块了 朕 有件事要托你 要是 外头的人问 皇上的病怎么样了 你怎么说 我就说 皇上快好了 不 你要说 朕没病 可您明明还病着呢 哎呀 我没病 皇上 皇上 这是 皇上 你看 朕不是挺好的吗 好 是 这 这能 能走 哎 完了 这 我 我 我